各位,人大代表黃穩剛正醞釀有關《基本法》的提案 他建議人大授權成立監察委員會 或者擴大《基本法》委員會的職能 檢討《基本法》的實施 以及研究《基本法》的條文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 但目前未有足夠數目的代表聯署 譚偉宜在北京報導 黃穩剛的提案是建議人大常委會 授權成立一個監察委員會 或者擴大現有《基本法》委員會的職能 對《基本法》在香港實施 進行四方面的監督檢討 一是《基本法》每一條條文的實施 《基本法》立法有沒有遺漏 《基本法》條文有沒有需要減少或增加 他說這樣做不是單單針對民主派 民主派的人士 他們因為有一個既定的政治立場 太過執著於一些歷史包袱 我覺得他們應該放下這個包袱 我真的有記憶 他不承認 他 Q. 沒承認 他不會承認 我承認 他不會承認